明朝家境年间,距苏州府城南十公里处,有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村中住着一个叫吴长树的男子,常年以打柴,采草药为生。因为勤快,能吃苦,这小子和他婆一梦式的日子,倒也好过。 婚后不到一年,梦式就给吴长树生了个大胖儿子。吴长树没读过几天书,大字不识几个,无法为儿子想出一个好听又饱含深意的名字,他就花了一两银子,特意请本村的张秀才给儿子取名。 张秀才要了孩子的生辰八字,只赚了几下眼珠子,便取了智杰二字作名,寓意这孩子只要读书,将来绝对有出息,志在必得,做一个杰出有为的人。 吴长树两口子对这个名字十分满意,于是就正式给儿子取名吴智杰。 吴长树本来还想让张秀才给儿子取个字号的,但张秀才狮子大开口,还要二两银子,吴长树只好就此作罢。 他寻思着,有个这么好听的名字也不错了,何必再多此一举地取个字号呢?将来智杰若真是有出息的话,他自己取个字号也未尝不可。 冬去春来,转眼,吴智杰长到了八岁,不仅会读书写字了,还能包梦式分担家务,甚至他还可以跟吴长树上山打柴,采草药了。 吴家三口的日子越来越幸福了,然而物极必反,悲从中来,很快不幸降临到吴长树头上了。 这年春天,冰雪融化,万物复苏。 吴长树带上绳索,去绝壁处采一位名贵草药时,不慎衰入深谷,一命呜呼了。 村人把这小子的尸体抬回去的时候,已经支灵破碎了,梦式守着尸体哭了三天三夜。 吴智杰也是泪流满面,不过她却忍着悲痛,安慰母亲道,娘,人死不能复生,爹爹已经走了,咱们就是哭瞎了眼,也不能把她哭回来啊。 如今之际,赶紧买副棺材,将爹爹装脸了,好让她入土为安。 言之有理,梦式点点头,翻出几两银子,去城中买了一副尚好的棺材,将吴长树装了,埋到了吴家祖坟里。 从此,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梦式也不准备再嫁人了,一心只想把智杰抚养成人。 老爹走了之后,吴智杰变得更加勤快,每日放学回家后,又是匹柴,又是煮饭。 梦式心疼儿子,不想让他干活,每日便提前把柴剔好,把饭做好。 吴智杰回家没事做后,又学着老爹的样子,上山去打柴,采草药。 梦式担心这小子不,他爹的后尘,便严令他不准再上山去打柴采药。 如果不打柴,不采药,家中收入就会少一大半。 吴智杰不想让母亲太操劳,每日放学后,便偷偷上山打柴采草药。 然后找个地方藏起来,等多了再拿到城里去卖。 如此地过了半年,梦式还是发觉了,不由地流着泪智杰一番责备。 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死了的吗? 你怎么还学他? 你是想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娘,我采药只去我够得着的地方采,绝对不会去那些悬崖峭壁,摔不死的,这点儿你就放心吧。 吴智杰信誓旦旦地做了一番保证,梦式知道拦不住这小子,只得就此做吧。 不过,他还是千叮宁万嘱咐,一定要小心啊,可不能让他老了,没人送终。 寒来蜀网,又过了几年,吴智杰长大成人了。 一天下午,他又进到深山中采药。 行到半山腰时,呼听的山林西北角的一片草丛中,不时传来一阵哀哟哀哟的叫唤声。 吴智杰走近一看,才发现一个六七十岁的老汉,右腿受伤了,流了不少血,正躺在草丛中喘着粗气。 这老汉既不是本村人,又不像是邻村的,吴智杰向他抱拳行了个礼,便弯下腰来,关切询问,老渣,你的腿怎么了? 哎哟,你没看见啊,我的腿被捕兽夹子给夹了,疼死我了。 老汉边说边用手指了指右脚。 吴智杰这时才注意到,他的右小腿确实被猎人安装的捕兽夹子给夹住了。 吴智杰经常在山中活动,对这种捕兽夹子十分了解,赶紧趴下身道,你别动,我来帮你取。 说完,这小子蹲下身,伸出双手,小心翼翼地将夹子取开,然后又在附近找了些智商的草药给老汉敷上。 老汉未到一个谢字就不说了,还大咧咧地对吴智杰勾了勾手道,我走不动了,小子,你把我背到我住的地方去。 好,你住哪里呀? 吴智杰并不推辞,转过身,弯下腰,就把老汉背在了背上。 老汉指挥着他翻了两座山,又向东走了近无礼地,直到了一个风景秀丽的山谷,看到几座被山花掩映的茅草屋了,他才指了指他们道,我的家到了,你把我放在东屋的床上吧。 好嘞。 吴智杰推门而进,发现屋内物件颇多,却都摆设整齐有序,不由地问老汉道,平日里都是你一个人住这里吗? 不该问的就别问。 老汉没有好语气,急至吴智杰将他放到床上,他又叫唤道,哎哟,嘴巴好干,肚子好饿呀。 小子,先去隔壁柴房,给我烧碗开水,再给我煮两个鸡蛋来。 好嘞。 吴智杰依然是没有任何犹豫,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走到隔壁柴房,很熟练地点火烧水,等水烧开了,他咬了一碗,凉成了温水,这才端到那老汉面前道,老渣,水已经好了,您请喝水。 你这是开水吗?怎么一点热气都没有? 老汉并不伸手,只板着脸,很不客气地问道。 吴智杰端着碗笑了笑道,当然烧开了,我怕把您烫着,所以凉了一会儿才端过来。 我要喝热水,去,重新给我端一碗热水来。 老汉不客气地移植气使,好,那您稍等。 吴智杰二话不说,转身就去柴房端了一碗,冒着热气地开水进来。 老汉看了又直摇头道,太烫了,你想烫死我呀。 去,再把你刚才的温水兑一下。 好,吴智杰依然没有生气,继续殷切伺候。 第三次,这小子将不冷不热的水送到老汉面前时,老汉在刁难。 只见他接过水碗,一口将水引进便问, 小子,你与我非金非雇,为何要帮我做这许多事啊? 吴智杰笑道,我看你是孤家寡人,如果我不帮你做这些,就没人帮你了呀。 我可不是个见死不救的人。 你这小子还不错吗? 那我刚才那么刁难你,你怎么不生气呢? 老汉颇为满意地摸了摸他的山羊湖,不过还没摸得几下。 那撮稀疏的山羊湖就掉了下来。 还好吴智杰没有看见,老汉赶紧又用手将他粘紧了。 吴智杰继续笑着,我在家里经常做这些事,也算不得刁难, 况且您年纪大,算来也是我的长辈了, 就算刁难一下我,也不足挂齿。 你这小子人品挺不错的嘛。 老汉满意地点点头,转身就从床入下翻出一本古书道, 你有恩于我,我必须好好报答你。 这本古书上有很多赚钱的方法, 你如果把书上的内容背熟了, 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 这书竟是如此神奇。 吴智杰好奇地看了一眼, 发现封面上竟写了《神农本草经》五字。 心下不禁骇然,难道是一本医书? 慌忙接过仔细看了一阵子, 没错,确实是一本医书, 而且是一本旷式奇书。 上面不仅写了医治各种疑难杂症的方法, 还给出了多种药方, 绝对是一本求之不得的旷式奇书。 吴智杰做梦都想得到这么一本书籍, 可他从来没在市场上见到过, 没想到这么个偶然的机会, 竟让他如获至宝。 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由于吴智杰经常采药, 因此他对各种中草药都十分了解熟悉, 在将这本医书看了七八遍后, 他竟能看病抓药了。 最神奇的是, 这小子每开出一方药, 必然都要到病除。 吴神医的美名, 很快就传村中传开了。 孟母听的这名字, 是打心底高兴啊。 吴智杰知道这一切都是那本神奇医书的功劳, 当然, 最大的功臣还是那个受伤的老汉。 一个月后, 吴智杰带了些孟母所做的糕点, 按照记忆中的方位, 寻到老汉的住处, 准备将老汉好好感谢一番。 可让他感到困惑的是, 他在门外坐了一天一夜, 都未见到老汉的身影。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得将糕点放进柴房, 准备给老汉留个便条, 可当他尽得柴房时, 竟在灶台上发现了一张布条。 布条是用白色纱金做的, 上面用黑笔写着六个大字, 莫找我, 速回家。 难道这张布条是留给自己的吗? 如果真是, 那这老诈还真会神机妙算啊。 吴智杰暗暗一阵感叹后, 只得回家。 在此途中, 他采了几位上好的中药, 寻思拿到城里药铺可以卖个好价钱, 便带着这些药进了城。 苏记药铺是吴智杰常常光顾的地方, 因为这里的店老板苏大中为人不错, 他基本不压价, 吴智杰报多少, 他就按报价把药买来。 当然, 吴智杰是个善良老实之人, 他也不会乱喊价, 遇到善好的药材, 他就比市价高几文钱, 一般的药材, 他则比市价便宜几文。 苏大中正是看中了这小子的善良时辰, 所以跟他建立了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这一日, 吴智杰将两根血身卖给苏大中, 得了二十两银子后, 正准备离去, 互见苏大中不住站在柜台处, 哀声叹气。 吴智杰便忍不住问了句, 苏掌柜, 往日见到你都是笑容满面, 今日为何却是愁眉不展? 你不是说笑口常开, 青春常在吗? 可惜呀可惜。 苏大中摇了摇头, 这才盯着吴智杰道, 小子, 你是不知道啊, 城南渡财主家小女渡玲玲, 得了血脂病, 躺在床上已经半月有余了。 城中一百多号郎中, 竟对此束手无策。 老夫给他换了三副药, 也是无济于事。 看样子, 他的命是保不住了。 可怜他还不到二十岁啊, 这么年轻就死了, 真是可惜呀。 原来苏大中感叹的是这事啊。 吴智杰仔细一打听, 才知道杜玲玲两个月之前, 就感觉胸口隐隐作痛, 当时他并未在意。 等到了一个月前, 他病情忽然加重, 不仅胸口坐疼, 呼吸还十分困难乏力, 同时出现了咳嗽的症状。 杜财主闻听此事后, 赶紧便寻明医, 为杜玲玲医治。 可这苏州城中有名的郎中都请便了, 不但没有医好杜玲玲, 反而让他更加严重了。 在半月之前, 杜玲玲便出现了咳血的症状, 由于吃喝不尽, 现在他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骨, 根本无法行走了。 整日只能躺在床上, 等待死亡的来临。 杜财主为了救治爱女, 已在半个月前广帖告示, 谁若是能治好杜玲玲, 她不仅会送上百两银子作为谢礼, 还会把她嫁给她做老婆。 许多外父郎中得知这个消息后, 都争相前往杜财主家里, 然而却没有一人能治好杜玲玲。 吴志杰听及此, 心下不禁疑惑道, 莫非杜小姐所得的是末期的色劳之本? 她记得那本神奇的医书上对此病有详细记载, 当然,也有药可治。 不过要想治得此病, 只有找到一种叫做血腾的草药, 配之以龙胆草, 血胆方渴。 为了弄清杜玲玲的病因, 吴志杰特意来到了杜财主家里。 杜财主见这小子穿得十分寒酸, 一打听还只是个卖药的, 便以为他是来钱的, 于是二话不说便让家丁将这小子轰走。 没奈何, 吴志杰只得去请苏大中相助。 苏大中万万没有想到, 吴志杰竟然还会看病, 而且见他信誓旦旦, 志在必得的样子, 仿佛十拿九稳。 他便来不及多想, 亲自带着这小子去了杜府。 杜财主给了苏大中三次机会, 苏大中却没能治好杜玲玲, 因此见到这小子时, 他更是怒火中烧。 还好杜玲玲老母亲卓氏, 得知了吴志杰的来意, 这才劝说道, 老爷, 如今玲玲都病入膏肓了, 你怎么还会及记医啊? 你不如就让这小子去看看, 死马当活马医吧。 杜财主是这个礼, 只得让卓氏将吴志杰 带入杜玲玲的闺房。 杜玲玲面色惨白, 双眼模糊, 气若油丝, 全着身子躺在床上, 看样子是病入膏肓了。 吴志杰看到床边所丢的带血的纱布条, 发现上面滞留的净是黑血, 便已确定杜玲玲得的就是色劳, 及肺劳之病。 怎么样? 还有救吗? 卓氏见吴志杰脸上并未露出难色, 心中不由地充满了期待。 吴志杰点点头道, 有救。 借我一匹快马, 我去山中踩, 一味要回来, 应该能把杜小姐治好。 好, 好。 管家, 快给这位先生牵马。 卓氏听了, 竟是激动不已。 杜财主担心吴志杰把他家的马片走, 便让苏大中做担保, 并且还专门派了个家丁跟着吴志杰。 也是杜玲玲命不该绝啊, 吴志杰来回只用了两个时辰, 便从山上采来了大血藤, 配上从苏大中药店拿来的龙胆草和血胆, 熬成中药, 未入杜玲玲口中, 他竟立即停止了咳血。 到了当天晚上, 呼吸也恢复了正常, 并能吃饭喝水了。 卓氏见了可高兴了, 为了让爱女的病彻底得到医治, 这老婆子竟将吴志杰留了三天三夜。 极致杜玲玲可以下床活动了, 她才拿出杜财主许诺的一百两银子, 千恩万谢道, 没想到吴先生如此年轻, 竟由此作为, 实乃我苏州百姓的福气啊。 你能救活我家玲玲, 从此你就是我们杜家的大恩人啊。 请接受老婆子一拜。 吴先生, 前几日多有得罪, 还望您能海寒啊。 这时, 杜财主也来向吴志杰赔罪。 吴志杰笑着摆了摆手, 然后分了一半的银子给苏大中道, 这一切多归苏先生提携帮助, 吴某才能放开手脚, 全力救治杜小姐。 所以这功劳啊, 还有苏先生的一半。 苏大中万万没有想到, 吴志杰会如此大方地, 分他五十两银子, 心中好不感动。 他觉得, 必须为吴志杰做点什么, 才能报答这份恩情了。 于是他趁机对杜财主说道, 杜老爷, 我记得您在告示上说过, 谁治好了杜小姐, 您就把他嫁给他做老婆, 是否真有这事呢? 啊, 哈哈, 确实, 确实有这事。 杜财主颇为慌张地点了点头, 甘笑着问道, 不过苏先生不是已经有老婆了吗? 难道还想娶了小女做妾不成? 哈哈哈哈, 杜老爷误会了。 苏某何德何能, 敢娶杜小姐为妾啊? 杜小姐是被这位吴兄弟治好的, 而我这吴兄弟又还没有成婚, 我是想恳请您不要食言, 将杜小姐嫁给这位吴兄弟啊。 这个嘛,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不过不知这位小兄弟 能不能看上我家玲玲啊? 杜财主故意这么反问, 是想让吴智杰知道他与他们家的差距后知难而退, 不料吴智杰这个没有情商的家伙, 却连连点头道, 看得上杜小姐如果能够嫁给我为妻, 我真是三生有幸了。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吧? 苏大中一喜, 立即看向杜财主。 杜财主是个爱面子的人, 他不好反悔, 只得将难题抛向杜玲玲道, 玲玲, 你是什么意思? 杜玲玲早有了心爱之人, 那小子是曹县令的儿子曹能, 自幼跟他一起长大, 可谓青梅竹马, 虽然自己是面前这位吴郎中治好的, 可他对他一点也不感冒, 他现在脑子里想得最多的就是生的风流倜傥, 潇洒不凡的曹能, 他知道杜财主也是钟爱这小子的, 于是他便将难题重新抛给杜财主道, 婚姻大事, 玲玲无法做主, 还希望爹爹安排, 杜财主便道, 那这件事情就缓缓再说吧, 苏大忠看出这两人相互推诿, 不过是想把这事忽悠过去, 不由地冷哼道, 早听说杜老爷一言九鼎, 可今天看来, 也是个两面三刀, 招令膝盖的卑鄙小人, 他说这话, 本来就是激将杜财主的, 杜财主不知事迹, 立马红着脸说道, 我说过我不同意这门亲是吗? 说吧, 他又瞪着吴志杰道, 小子, 你若真想娶我家玲玲为妻, 三日之后, 你带上彩礼, 来我家迎亲吧。 吴志杰听了这话, 还没多大反应, 苏大忠立即推了推他道, 还不快给杜老爷和杜小姐谢恩, 谢谢杜老爷, 谢谢杜小姐, 谢谢杜太太。 吴志杰喜不自胜地向众人道谢, 并不是他看中了杜家的钱财, 也不是他迷恋上了杜玲玲的长相, 而是他琢磨着自己到了结婚的年龄, 是该娶婆姨生孩子了, 不然老母亲就要着急了, 何不趁着这个机会把婚结了呢? 从杜家出来后, 吴志杰又再三对苏大忠表示了感谢, 然后才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 等着小子一走, 杜玲玲就撅着嘴巴找到杜财主道, 爹,你真要把我嫁给那个穷小子吗? 杜财主转着眼珠子, 发狠道, 那穷小子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休想, 可你不是让他三日后来咱们家迎亲吗? 杜玲玲表示了担忧, 杜财主冷声笑道, 放心, 我会让他进不了苏州城的, 这件事别让你娘知道了, 就在二人说话之时, 房顶,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已经将他们的一举一动, 尽收眼底了三日之后, 吴志杰骑了高头大马, 雇了顶轿子, 带上彩礼, 去苏州城中迎亲了。 不料走到半路时, 一个乞丐老头忽然从大树底下窜出, 猛地将吴志杰从马背上揪了下来, 再抬起一腿踢走了那匹高头大马。 吴志杰心中颇为生气, 便问那老乞丐道, 老丈,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把我拉下马来, 还踢走了那马? 那可是我借别人的呀。 老乞丐冷声笑道, 小子, 有句话叫老马食徒, 放心吧, 他会沿着来时之路, 回到他主人家里的。 吴志杰听着说话声如此熟悉, 这才忍不住多看了这老乞丐几眼, 这时他竟发现此人是给他医书那个老汉, 慌忙抱拳向他行礼道, 老丈, 原来是你呀。 我到那山中苦苦寻找, 竟没找到您, 原来您出去乞讨。 哦不, 出去周游了呀。 没错, 老夫出去周游了, 在此期间听到了一些不该听到的东西。 你若相信老夫的话, 就赶紧掉头回家, 你这婚怕是结不成了。 老汉叹了口气, 摆了摆手。 吴志杰不明所以, 赶紧又抱拳询问, 老丈, 您这是什么意思? 如今我们村都知道我要结婚了, 我娘也在家中摆好了酒席, 等着我将杜小姐迎进家中啊。 就怕你还未赶到苏州城, 半路就被强盗截杀了呀。 哎, 你这人真是明顽不灵, 不如这样吧, 你把新郎服脱下, 让我穿一会儿, 你穿上我的破衣服, 跟在后面, 一会儿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老乞丐二话不说, 就来扒吴志杰的新衣, 几个教夫见了都有些忍俊不禁。 吴志杰本以为这老乞丐 疯疯癫癫的是戏弄他的, 不过听说他只穿一会儿, 还让他跟在轿子后面, 他这才跟老乞丐对换了衣服。 如此地走了二里地后, 前面官道上又出现了一片树林。 四五个手持钢刀的汉子, 忽然从林中窜出, 挡住了几人的去路。 几名教夫见了, 知道是遇到珊瑚子了, 慌忙跪下地来, 不住磕头求放过。 这些珊瑚子好像是冲着新郎官而来的, 他们对教夫和乞丐装扮的吴志杰都视而不见, 只见他们走到轿子前, 掀开轿帘, 二话不说就对着里面的人一阵乱砍。 吴志杰见了大惊, 果然, 那老汉说得没错, 这些人竟是来杀他的。 吴志杰正要大喊老丈快跑, 那叫中人忽然伸出一腿, 敏捷的几个弹动白腿后, 竟将那四五个汉子踢倒在地。 吴志杰见了又是大惊, 没想到这老汉六七十岁了, 伸手还是如此皎洁。 同样感到吃惊的还有那四五个抠脚大汉, 他们从地上起来后, 便瞪着轿子里的人问, 你究竟是什么人? 那人也不回答, 只淫了一首诗道, 墙角一枝梅, 灵寒独自开。 一枝梅, 他是侠盗一枝梅, 也不知是谁如此叫了一句后, 那四五个镖形汉子立马跪地而败道, 大侠饶命啊! 小的今日有眼不识泰山, 冒犯了您老人家, 还请您饶命啊! 滚! 叫中人一声吏喝, 那五人慌忙夺路而逃。 直到这时, 吴志杰才知道他 遇到了明镇江湖的侠盗一枝梅。 慌忙中, 他又跑到轿子前来行礼, 可轿中除了那套红色礼服外, 哪里还有人? 吴志杰正敢吃惊, 树林上空已经传来一阵哈哈大笑声, 小子, 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 赶紧回家去吧, 那个杜玲玲和杜财主, 可都不是善茶, 你不给他们当姑爷爷吧? 原来, 当日杜财主和杜玲玲秘密商量事情的时候, 懒龙在房梁上偷听到了, 得知杜财主要找人半路杀了吴志杰后, 这位骑侠就扮作乞丐来给吴志杰示警了。 吴志杰对杜家有恩, 杜财主为何要找人杀掉他呢? 原因很简单, 他不想把杜玲玲嫁给这小子, 但是他又不想丢了面子, 就只有背地里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当吴志杰得知这一真相后, 并没有掉头回家, 而是换上新郎服, 来到了杜府外, 告知家丁道, 就说无神医求见, 杜小姐还有一方药必须服下, 否则用不了多久, 还会救病复发。 他知道, 现在自己穿着新郎服到了杜府, 杜财主绝对不敢再次杀他。 家丁一听这话, 哪敢怠慢, 慌忙跑进府中, 将此事告知了杜财主及杜玲玲。 二人听后都是一阵大惊, 一惊吴志杰还活着, 二惊这小子居然还留了一手。 万不得已, 杜财主只得亲自 将吴志杰迎进府中。 正如吴志杰所料到的那样, 杜财主不但不敢在府上动手, 表面还得装着很恭敬的样子询问, 贤婿, 不是让你四十来迎亲吗? 你怎么才来呀? 对了, 你说玲玲的病还没治断根吗? 究竟还要服一副什么药啊? 呵呵, 杜老爷, 我为什么没有在四十赶来? 你心里应该最清楚吧? 吴志杰冷冷一笑, 便立声而道, 拿笔来。 快, 赐墨。 杜财主很没面子, 八步地转移了话题。 这时, 卓氏也带着杜玲玲来到了吴志杰面前。 他大概知道了杜财主买人行凶之事, 便觉得很对不起吴志杰。 可他又做不了主, 只得随着杜玲玲前来, 希望竭力保住吴志杰的小命。 吴志杰提笔, 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良心二字, 交到杜财主手里, 随后背着手道, 如果从今后, 你们不做善事, 报应还会降临在你们家人身上。 到时候, 你们就是给一千两银子, 本神医也不会前来医治, 你们就自求多福吧。 说吧, 吴志杰甩袖就走, 杜财主和杜玲玲看到良心二字, 顿时老脸胀得通红。 就在这个时候, 杜玲玲的贴身丫鬟小翠忽然冲出来, 朝杜财主一家跪拜而道, 老爷、夫人、小姐, 小翠我十分仰慕吴先生的为人, 在吴先生给小姐看病时, 就已经倾心于他。 还请老爷夫人和小姐开恩, 能把小翠嫁给吴先生。 如此甚好啊! 这样一来, 杜家也不会丢了面子啊。 着实一喜, 立即取下自己的手镯道, 小翠, 你跟了我们十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不如我收你做个义女, 你今天嫁出去, 也算是我杜家嫁女了。 这可是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啊! 杜财主也喜不自胜, 立即昧着笑问吴志杰道, 不知吴先生有何意见。 吴志杰万万没有想到, 心地善良, 长得也不比杜玲玲差的小翠会看上自己, 当下又转怒为喜道, 我倒是没有意见, 你们能放人就好。 放, 必须放。 杜财主一高兴, 敬赏了二人摆两银子做贺礼。 至此, 吴志杰风风光光将小翠迎进了家门。 婚后, 夫妻二人恩爱一场, 小翠对公婆梦逝也十分孝顺。 真是家和万事兴, 没要到三年, 吴志杰便赚了上千两白银, 不仅在老家盖了大宅子, 还去苏州城中开了好几家医馆。 杜玲玲虽然最终如愿以偿地嫁给了曹能, 但不到两年, 曹能父亲就因贪赃枉法罪被革职查办了, 曹家的家产不仅被没收了, 杜家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其全部家财也被没收。 曹能害怕被抓, 竟丢下杜玲玲母女, 狼狈而逃了。 杜玲玲抱着上在墙堡中的女儿, 看着吴志杰一家快乐幸福的生活, 不禁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而杜财主在被没收了家财后, 就被活活气死了, 着实没要到多久, 也抑郁而终了。 至于怪侠一只眉, 后来也暗中去找过吴志杰看过病。 不过他每次去, 都是乔装打扮而去的, 吴志杰就算听出了他的声音, 也没道破。 只是像老朋友一样, 对他抱拳行礼, 然后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工资刚发, 我吃巨资给女儿买了一盒芭比娃娃, 一盒四个, 整齐劣质但便宜。 女儿非常高兴, 玩了一晚上。 第二天, 她突然捧着一打现金给我, 说, 妈妈, 这是小美让我给你的。 她说, 谢谢你把她买回家。 我, 三十二岁离婚, 带娃穷宝妈。 前夫早就不知道 躺在哪个女人床上, 死啦死啦的了。 这天, 我刚领到工资, 吃巨资, 把谁买了一盒娃娃, 给四岁的女儿。 四个塑料八笔, 整齐劣质但便宜。 女儿特别高兴, 小脸粉扑扑地, 抱着她们爱不释手。 我心一软, 问她, 宝宝, 你如果喜欢她们, 就要好好照顾她们哦。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 你就和她们玩好不好。 她眨着大眼睛, 郑重点头, 我会像妈妈爱我一样爱她们的。 啊, 老母亲很是欣慰。 第二天, 女儿捧着一打比我脸皮 还厚的现金。 妈妈, 这是小美让我给你的。 她说, 谢谢你把她买回家。 嗯, 小美是谁? 买卖人口可是犯法的呀。 于是, 女儿扯着我去见小美, 推开她房间门, 一个金发碧眼小麦色皮肤的女人 正在优雅地喝咖啡。 注意看, 这个女人叫小美。 Bashi, 我女儿房间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外国瘾啊? 我一把将女儿抱起, 摸摸她的脑袋, 别怕, 妈妈会保护你的。 宝宝, 告诉妈妈, 这个姐姐是怎么进来的? 女儿满眼单纯, 捏着我的袖子, 奶声奶气道, 妈妈, 是你给我买的呀, 你忘了吗? 还有三个, 她们是小白, 小雅, 小乖, 不过她们还在睡觉。 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昨天那盒娃娃, 不是吧, 我压制住狂跳的眼皮, 试图理清事情, 宝宝, 你是说, 昨天那盒娃娃都变成了真人。 女儿摇摇头, 我猛松一口气, 下一秒, 妈妈, 她们不是娃娃, 她们会动会说话哦。 你好, 那个叫做小美的女人放下了咖啡。 我叫小美, 来自巴比星球, 受到你的召唤, 来到人类世界。 我, 你不需要自我介绍, 来之前, 我已经充分了解过你的信息。 住月, 二十九岁, 离婚女性, 独自抚养女儿, 在一家游戏设计公司工作, 每个月工资五千, 还要受到领导的打压, 前夫傍上了富婆, 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好了不要再说了。 我连忙捂住女儿的耳朵, 可千万不能让她听到, 毕竟在她眼里, 妈妈是无所不能的大英雄。 虽然这件事听起来有些玄幻, 但眼下我不得不相信。 小美你好, 请问你说的召唤是什么意思? 内心强烈地渴望, 无数个夜晚的祈祷, 会惊动异世界的人, 比如八笔世界, 动画世界, 玩偶世界等等。 而你内心所渴望的一切, 我都可以帮你实现。 你只需要做两件事。 拿两件事。 第一, 打扮自己。 第二, 开心起来。 听起来似乎很简单, 但是, 我穷啊。 每月五千, 连女儿的学杂费都快负担不起, 还有房屋水费电费, 吃喝拉撒各种费用。 每天泡在公司电脑前, 下了班就回家带娃, 哪有精力和时间打扮自己。 至于开心起来, 好像只有和女儿待在一起的时候, 看着她的笑脸, 我才能开心起来。 小美打了个响指, 踩着高跟鞋不紧不慢地走到我面前。 这, 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她从我怀里接过女儿, 温柔一笑, 现在, 我带你去购物, 想买什么都可以。 我刷卡, 你的宝宝我帮你抱着, 我会再雇三个人帮你拎包。 真, 真的吗? 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怕这是一触急碎的梦。 小美从包里掏出一排黑卡, 彻底打消我的顾虑。 到了商场, 我直奔女装店, 里面各式各样的衣服, 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放在瓶时, 我压根不敢踏进这些店, 更遑论买下他们。 然而此时此刻, 小美坐在一旁沙发上, 身边站着三个黑西装冷脸帅哥, 尽职尽责地等待拎包。 她叫来导购, 把这些新品都拿给她试一试。 各种各样的衣服, 试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偷偷看了一眼吊牌, 一件都要四位数起步。 正纠结着要不要换家便宜的店, 小美逗玩我女儿, 看向我。 她眼神真诚而直接, 每一件都很适合你, 你基础条件非常优秀, 身材也很完美。 眼睛酸涩至极, 这些话已经好多年没有听过了。 在学生时代, 我也是人人追捧的笑话呀。 可是如今, 就连我自己, 都会下意识回避那段铺满荣光的记忆。 谢谢。 我真心实意地对小美说, 她展颜一笑, 全包起来。 一顿疯狂垢之后, 我全身上下夹起来起码六位数, 就连我女儿, 都穿得像个皇室小公主。 她眼睛乌黑发亮, 甜甜笑着。 哪声哪气道, 妈妈, 你好漂亮呀。 一句话, 让我心花怒放。 下一秒, 女儿房间门被打开。 一位皮肤雪白通透, 个子很高的黑发女生 打着哈欠走出来。 看到我, 亚裔一瞬, 又恢复了正常。 姓美弟, 你动作还真快, 她现在像是马上要去参加八笔时装周。 小美冷艳一笑, 我若若开口, 你好, 不过她姓小, 不姓美, 黑发女郎文言轻笑一声, 在我们八笔世界, 她就姓美。 你好呀, 我叫小白, 我是受到你的召唤, 来到这个世界的。 有了小美的先例,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你也拥有超能力吗? 不, 我可没她这么有钱。 我的任务是, 让渣男后悔。 渣男后悔? 什么意思? 她狡黠一笑, 马上你就会知道了。 小白指着不远处车上拥吻的男女, 问, 就是这个下头男对吗? 我点点头, 突然反应过来, 你们八笔世界也知道下头男。 小白挥了挥手, 长发如铺, 趁得皮肤更加白沁如雪, 哎呀,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她马上就会为伤害你而付出代价。 伤害我? 是的, 我的前夫周震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大学时, 她是我们班的学位, 每个学期都拿一等奖学金和各种省奖国奖, 长得帅个子高。 我第一次和她有接触是在食堂。 我在窗口排队, 终于排到我时却发现没带饭卡, 情况正尴尬, 一旁忽然递来一张卡, 动作自然, 神色平静。 周震甚至都没看我, 而是在和同伴说话。 她非常顺畅地将她的卡递过来。 在我说谢谢后, 才将视线投向我, 展颜一笑。 极长的睫毛和两个酒窝 为她铺上一层干净成澈的少年感滤镜。 对于一个社恐人而言, 那一刻的她就是救赎。 后来加上微信给她转钱, 偶尔也会问一些学习和生活上的问题, 一来二去, 我们熟悉起来。 周震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我每回踩着点赶到教室时, 她都坐在第一排。 我问她身旁位置有没有人, 她便会动作俐落地替我翻开椅子, 淡淡一笑, 长长的睫毛根根分明, 眉眼漆黑。 我的心跳声差点露出马脚。 后来周震开始追我, 我们很快在一起, 上课下课, 无论什么时候都黏在一起。 室友曾说, 我们到了年龄就可以领证, 结婚证还可以加分呢。 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一毕业我们就立马扯了证。 再后来, 她考上了研究生, 考上了博士, 而我本科毕业就进了现在的这家公司, 成为一名游戏产品策划师。 曾经的少年少女从18到20再到30, 年少那份感情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守着。 女儿出生时, 周震在学校里盲课题。 我痛得死去活来, 妈妈将女儿抱过来让我看, 问我孩子她爸干嘛去了。 我答不上来, 我该怎么答? 难道要说, 在她眼里, 她的学业, 她的课题, 她的研究, 她的导师, 她的童窗, 都比我重要, 都大过我们这个家庭。 委屈吗? 当然委屈。 每天下完班, 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一片漆黑的家, 每周五通宵加班, 就为了空出周末的时间去约会, 却等来她一条再忙的信息。 曾经我们也是人人艳羡的校园神仙眷侣, 后来却更像被一本证书捆绑在一起的两个世界的人。 她是周震, 但不再是我的周震。 在岁月的打磨中, 我们早就和青春里的那对少男少女分道扬镳。 小白踩着五厘米高跟鞋, 黑色超短裙之下, 双腿笔直修长, 腰身纤细, 连我同为女性, 都挪不开目光。 她轻轻敲响黑色宝石节的前车窗, 一副焦急的模样, 脸色微微泛粉。 你好先生, 我刚拿证, 到车时不小心挂到了你的车, 你下来看看吧, 顺便帮我停一下车可以吗? 我在心里默默数秒。 一、二、三。 果然,周震下车了, 脸上还带着积稳厚的潮红。 她理了理西装, 极为绅士地接过小白手中的钥匙, 帮她停好车。 小白找她要微信, 说要赔偿, 她没有任何推剧, 立马答应了。 周震永远是一个看起来 绅士得体的好男人。 直到有一次, 我意外看见她手机上 弹出来一条信息。 备注阿宝的人发来, 师哥, 明天想去吃烤肉, 好不好? 那一刻, 我才幡然醒悟。 面上绅士, 内里梦浪。 哪有那么多做不完的实验, 哪有每天通宵达旦要赶的课题。 有的只不过是一次次的酒店开房记录, 越来越差的学业和越来越重的黑眼圈。 当我半夜被女儿哭醒, 起来抱着她哄到凌晨, 手机里却传来周震在酒吧左拥右抱的图片。 她鲜活四溢, 我面色蜡黄。 离婚那天, 拿着离婚证从民政局出来, 周震将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目光中是毫不掩饰的嫌弃, 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吧, 都成什么样子了。 说完她还叹着气, 摇了摇头, 然后意气风发地走向她的黑色宝石节。 她曾经是会为了和我 抢到同一节体育课, 大周末早上六点起来, 守着点的周震。 是在生日时, 羞涩地捧着花, 问我愿不愿意见她朋友的周震。 多年之后, 她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 却仿佛一句施舍, 给我们十多年的感情, 画上一个她自认为体面的句号。 被推进手术室前, 打她电话打不通时, 我没有崩溃, 强撑着精神熬夜带孩子时, 我没有崩溃, 看着公司新来的年轻同事, 凭着较好的容貌, 轻而易举升职加薪时, 我也没有崩溃。 但那天, 我站在曾经和她手牵着手走进去的民政局外面, 嚎啕大哭, 情绪铺天盖地, 裹挟着今年的委屈和失望。 我哭到直不起腰, 路过的一个小姑娘许是看不下去, 上前问我有没有事。 我摇摇头,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是家里的保姆打来的。 我接通电话, 里面传来女儿软糯的声音, 妈妈, 你诊墨还不飞家。 我竭力压制住声音中的一样, 扯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强撑着语气轻快道, 马上就回去, 宝宝在家乖乖等妈妈。 小白开始手把手带着我护肤, 教我化妆, 小美则帮我搭配每天的衣服, 首饰, 发型, 鞋包。 公司同事都惊讶至极, 问我是不是中了彩票, 突然之间变得滑光满面, 滋润至极。 我的直系上司刘韵, 更是每天对我阴阳怪气, 言语之间都是在怀疑我找了新男人。 我并不避论自己离过婚的事, 所以大家差不多都清楚我的情况。 听了刘韵的话, 每个人都患上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轻轻抿了一口咖啡, 淡淡一笑, 只不过是想通了, 女人就该对自己好一点。 刘姐, 难道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离婚是女人最好的医美, 而离了婚的男人呢? 可就, 则, 吃软饭的比比皆是, 您可要擦亮眼睛啊, 要吃也吃点好的吧。 我故作遗憾, 语气意味深长, 大家都狐疑地在我和刘韵之间来回扫了几眼。 她的表情立马变得极为难看。 因为那天在车上与周震拥吻的, 不是别人, 正是刘韵。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七年, 刘韵是在第三年空降为策划组组长。 听说她背景极硬, 所以一向眼高于顶, 持穿用度, 样样都是最好的。 周震只来过我公司几次, 第一次来时, 是为了给我送一个策划书。 她极为不情愿, 磨蹭了很久才送过来, 却在见到刘韵时双眼一亮。 彼时的我蓬头散发, 随便套了个宽大的白涕休闲裤。 而刘韵则穿着知性的黑色长裙, 头发微卷的弧度配上亮眼的红唇, 蛊惑人心。 她将周震上下扫了一遍, 漫不经心冲我道, 这你丈夫。 我点点头, 她看看我, 又看看戴着金矿眼镜, 西装革履的周震, 表情玩味, 吃笑着摇了摇头。 很难形容那一刻我的感受, 说无地自容, 倒也不至于。 但难以控制的自卑感, 还是在瞬间蔓延开来。 后来, 周震找借口来我公司两三回, 见到刘韵时, 满面春风, 没见到刘韵时, 失魂落魄。 再后来, 她终于不再往我公司跑。 我天真的以为她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只要想通了就好了。 结果却是, 她已经和刘韵勾搭上, 和她见面的次数比和我的都多。 小白发了一条, 只有一张自拍的朋友圈。 她捧着一碗排骨玉米汤, 微微皱眉, 大而圆润的眼睛仿若成了一捧水。 动人至极。 佩文道, 好烫啊, 但是真的很好喝呗。 十分钟后, 周震点了个赞, 并私信小白, 汤看起来很不错, 你平时都是自己做饭吗? 小白冷笑一声, 直接将手机丢给我, 让我去和周震聊。 聊得暧昧一点, 鱼上钩了, 一切就好办了。 她早就调查过, 周震现在的吃的, 穿的, 用的, 全都是流韵的。 学业早就被她抛到九霄云外, 唯一值得她留恋的恐怕只有同门小师妹了。 不得不说, 周震确实是时间管理大师, 能够不露马脚的同时和好几个女人乱搞。 但她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忍着恶心聊了几句, 我找借口结束这次的聊天。 我要去洗澡了, 下次再聊啊。 对面回得飞快, 好啊, 下次可以一块出去玩啊。 我是本地人, 必须尽一下地主之意, 我知道不少好吃的店。 我吃笑一声, 好开心, 提前晚安啦, 月亮。 晚安拜拜。 小美敷着面膜恰好经过, 贴见了我们的聊天记录, 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这男的可真够贱的。 小白冲她竖了个大拇指, 我连忙叫他们小点声, 不能被女儿听见这些。 小美乖乖哦了一声, 过了会, 突然又说, 这房子也太小了, 怎么就一层, 干点什么都怕吵到宝贝休息。 小白再次表示赞同, 我无奈服额, 要不我再买一套? 小美点点头, 语气轻松地仿佛是买菜。 好啊, 明天就去看房, 买个四百平的大平层。 我再次被她的豪气震撼道, 姐, 我开玩笑的, 她目录疑惑, 这有什么开玩笑, 就明天去吧。 一周后, 顺利搬进豪华大平层, 我还跟做梦似的, 在屋内飘来飘去。 女儿眨巴着眼睛, 胖嘟嘟的小手, 拉住我的衣摆。 妈妈, 你为什么一直在笑呀? 这是我们的新家吗? 我把她举起来, 高兴地转了一圈。 对啊, 这是小美姐姐给你买的大房子, 喜不喜欢? 女儿乖巧点头, 甜甜地笑, 在小美脸上巴基, 亲了一口, 小美姐姐真好。 妈妈, 搬到新家, 我可以吃一个冰激凌吗? 当然可以。 我带着女儿去买冰激凌, 走到小区门口, 一辆有些熟悉的车闯进视线。 我抱起女儿, 让到一旁。 车子经过我们时, 忽然停下, 驾驶座车窗被摇下来, 露出周震的脸。 女儿乖巧地喊了一声爸爸, 然后周震只是敷衍地恩了一声, 她摘掉眼镜, 先是极为不客气地上下扫尸我, 扫到我的手表时, 目光陡然变身。 祝月, 就算傍上有钱老头, 也不应该把孩子带过来, 见证你们的龌龊吧。 哼, 多么高高在上, 多么关心孩子。 我不怒返校, 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公司最近新来的那个年轻小帅哥, 刘洁可是对他关心得很呢。 哎, 要我说呀, 有些人就是不得不服老。 周震, 你最近照过镜子没有, 眼角怎么都有皱纹了? 是做研究太辛苦了吧? 他气急得模样, 你他妈, 我连忙捂住女儿的耳朵, 狠狠瞪向他。 他到底还算有点底线, 重新戴上眼镜, 语气鄙夷, 行了赶紧回去, 这里的住户非富极贵, 最注重的就是隐私, 私自闯进小区, 你也不怕被人举报。 说完这句话, 他摇上车窗, 扬长而去。 我看着他的车子走远, 抱着女儿往门口去, 保安笑脸相迎, 尽职尽责地打开门禁。 买到冰激凌, 我依旧能感觉到, 女儿情绪明显低落不少。 我蹲下来, 看着他小口小口地吃东西。 宝宝不开心吗? 跟妈妈说说好不好。 话还没出, 他嘴一扁, 眼泪立马大颗大颗滚落下来。 妈妈, 爸爸为什么不喜欢我? 嫩白的小脸皱成一团, 大眼睛通红, 看得我心一角。 这一刻, 我恨透了周震。 他既不是一个好丈夫, 也不是一个好爸爸。 爸爸没有不喜欢你, 宝宝这么可爱, 大家都喜欢你。 妈妈骗人, 爸爸如果喜欢我, 为什么从来不送我上学? 小胖的爸爸 都是每天送他去学校, 还会抱他, 给他买好多好吃的。 他越哭越凶, 我抑制住也想哭得冲动, 轻轻替他擦掉眼泪。 宝宝, 你听妈妈说, 是这样的,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爱的结晶, 只是后来因为一些想法不同, 大人之间闹了矛盾, 不能继续在一起生活了, 就像你和你的好朋友吵架一样, 明白吗? 每个人都会遇见让他不舒服的人, 但是无论如何, 你永远是妈妈最爱的宝贝, 你会健康快乐长大, 成为一个超棒的人, 好不好? 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乖乖回答, 好。 回到新家, 小白正坐在沙发上追剧, 一阵饭菜香味传出来, 回来了, 怎么出去那么久? 他瞥见女儿, 忽然惊叫出声, 宝贝怎么哭鼻子了, 谁欺负你了? 是不是妈妈不给你买冰激凌? 走, 让小美姐姐带你买, 买一冰箱? 我连忙拉住她, 不是不是, 在小区门口遇见了周震, 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简单地说了一下, 小白气急, 抱着女儿又亲又红, 房间里的小美, 许是听见动静, 连忙跟出来问, 怎么了怎么了? 怎么了? 气氛一时非常热烈, 小美听完后, 更是气愤, 但爱与女儿在场, 只得委婉文明地骂人, 憋着一口气, 上不去下不来。 我连忙替她顺气, 不气不气, 她也嘚瑟不了多久了。 对了, 谁在做饭? 怎么这么想? 两人一口同声, 小雅呀。 厨房里走出一位 身际围裙的短发女生, 长相英气,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气质独特, 像是成绩极为突出的超级学霸。 比起能做一桌好饭, 我还是更愿意相信, 她能随时随地黑掉 任意一家公司老总的电脑。 她一盘盘往桌上端菜, 色香味俱全, 摆满了一整个圆桌。 连碗筷也摆好后, 她才解开围裙, 冲我伸出一只手, 你好, 我叫小雅, 来自巴比星球。 我回窝她, 你好, 我叫祝月。 不知为何, 面对小雅, 我总有一种中学时 面对教导主任的感觉。 小美已经迫不及待地 拿起筷子, 好了快别客套了, 再不吃就冷掉了。 小白倒是对满桌佳肴 兴趣不大的样子, 解释道, 之前怕太拥挤, 就没让小雅出来。 我想起来, 给女儿买的那盒巴比娃娃, 一共有四个。 那就是说, 还有一个巴比没出来。 小雅点点头, 小乖会在合适的时机出现。 对了, 巴比星球的事, 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 吃完饭, 小白将我拉到沙发上坐下。 你能不能想办法联系上周震的那个师妹? 我有些疑惑, 联系她做什么? 小白笑得别有深意, 当然是要一起演一出好戏。 周一一早, 小白特意嘱咐小美, 将我从头到尾捣吃了一遍。 如带色花蕊般柔顺的极腰长发, 白色长裙, 掐出迎迎一握的腰枝, 恰到好处的妆容。 我头一次看到这样的自己, 一时有些说不出话。 小美很是欣慰, 底子好就是好, 这还不得惊艳死那个渣男。 小白也非常满意, 很好, 今天听我指挥。 周震预约了今天晚上的海边餐厅, 邀请小白共进晚餐。 刘运到公司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 新来的那位男同事江刘被他叫进办公室。 大家不约而同地投去八卦的目光。 从江刘来这的第一天, 刘运似乎就对他格外关照。 年轻, 脸好个高, 能力突出, 确实很吸引人。 刘运和周震, 还真是同一个被窝, 睡不出两种人。 为什么? 哪有什么为什么?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办公室忽然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每个人都眼观鼻鼻关心, 一边假装在忙, 一边竖起耳朵。 那边好戏还未结束, 宫卫忽然进了人。 人事部部长带着一位个子极高, 带着黑色圆框眼镜的女生走进来。 他听见刘运办公室的动静, 先是一愣, 接着大不留心走过去。 众人眼看着他礼貌地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反应, 于是他猛地一把拉开。 三人在里面不知探讨了些什么。 片刻后, 刘运顶着一张明显压制着怒气的脸走出来。 新同事非常淡定地介绍自己, 各位前辈好, 我叫钟乖, 你们可以叫我小乖。 说到这, 他停顿一瞬, 带着笑意扫向我。 我和他隔空对视一眼, 心下便已了然。 小雅说, 小乖会在合适的时机出现, 没想到现在就出现了, 难道马上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人事部将人交接完便离开, 刘运则不知是不是满肚子或没触发, 带着茶水煎的同事一顿马。 我不紧不慢地泡了杯咖啡, 递给小乖。 善解人意道, 你别被吓到, 我们刘姐其实人很好的, 对大家都很关心的。 你看小江, 才刚来没几天, 刘姐就提了他三个策划。 我冲江流堆起假笑, 你说是不是啊, 小江? 大家都惊诧地看向我, 估计在想我是不是不要命了, 当然不是, 公然阴阳流运, 其实我心里也发虚。 只是今早来公司前, 小白千叮宁万嘱咐, 让我一定得激怒流运, 然后再假装不经意透露出周震今晚的行程。 流运当初是靠关系坐上组长这个位置的, 但来公司不久, 好几个策划案成绩斐然, 公司老总每年年会上都要特别表扬他。 他之所以能有这个成绩, 当然不是因为他能力有多么出众。 而且因为我们所有人的策划书交上去都要被他先筛一遍, 挑出好的一部分以他的名义交上去。 因为他这个做法, 策划部很多人心声不满, 人员流动极大。 看着光鲜亮丽, 内里一盘散沙, 流运倒是毫不在意。 我能坚持在这代这么多年, 无非是固执地想给年轻的自己一些交代。 当初没有选择考研, 而是直接就业, 周震其实是不满的。 当我咬着牙, 就为争一口气, 曾也抛出大话, 扬言要做到公司顶层, 让他刮目相看。 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笑话。 我早已在日复一日的枯燥现实中, 习惯了流运的打压, 同事的冷漠, 以及一成不变的工资。 也没有换一份工作的勇气和底气。 八笔星球的出现, 成了我盲无生活中的一种救赎。 即使最后发现它只是个梦, 我也认了。 眼前突然伸出一只手, 小乖打断我的初神。 刘韵还在气头上, 战火重心更是直接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他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突然有人插了一句, 够了没有。 我转头看去, 江流神色平静, 眼神却冰冷。 他勾了勾唇, 极为赏心悦目, 当初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 是因为我爸是这里的副总。 啊,啊, 还带这样自曝家门的。 江流无视众人震惊至极的目光, 接着道, 但我爸对我的帮助也仅此而已, 我不是没有能力的废物, 而是通过正规程序面试进来的, 交上去的策划案我自认为还算拿得出手。 倒是你, 刘组长, 你想毫不费力大包大揽地捞走所有好处。 做梦也不是这么做的吧? 刘运气得像是下一秒就要晕厥, 一刻不停地轻浮胸口。 我总算知道他们先前在办公室的争吵是为何了。 江流就是传说中的出生牛犊不怕虎, 00后整顿职场来了。 我一个90后也不甘示弱, 适时在旁边添油加醋, 小江, 你这话说得不对, 我们刘杰可是空降过来当组长的, 要说他有能力吧, 那自然是一点都没有, 但是要说脸皮, 它是比在座的所有人都厚。 今天我还就豁出去了, 大不了这份工作我不要了, 我才29岁, 我的人生还有无限可能。 江流吃笑一声, 刘运则直接伸手, 欲伸我巴掌。 小乖立马挡在我身前, 拦住他的手, 好整以侠地看着他, 贵公司还真是有意思。 这位刘组长, 人也老大不小, 何必纠战雀巢? 该是谁的功劳, 就还给谁, 你看如何。 小乖还是天真了些, 我将他拉到身后, 取下脖子上的工作牌, 扔给刘运, 公司连续三年主推产品的策划, 都是我做的。 奖金, 名气, 地位, 该我的, 却全都被你收入囊中, 上面对你的所作所为, 却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我也不稀罕了, 你们这破公司, 是容不下我这样牛逼的人物了, 祝你守着你的那堆策划书过完, 偷来的下半辈子。 说到这, 我倾笑一声, 对了, 还有你偷来的人, 可千万记得看好他, 哎刘组长, 今晚不是订了海边餐厅吗? 都快下班了, 怎么还在这大眼瞪小眼, 不好好收拾一下, 你这快要垮到后脚跟的脸。 有人没憋住, 笑出声来, 刘运却顾不上骂他, 瞪大双眼, 紧盯着我, 你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今早在他动态圈, 看见他预定了一个情侣必去的海边餐厅, 难道你不知道? 我没有点名道姓, 但他知道我说的是谁, 果不其然, 下一秒, 刘运铁青着脸, 大步离开, 我掏出手机, 回复小白任务已完成, 那边极快地甩了个定位, 速来, 好戏即将开眼, 把小乖带上。 我拉着小乖匆匆赶往, 出公司门时正好遇见江流, 他主动搭话, 住姐, 今天被你惊到了, 以你的能力, 在哪里都能有好发展的。 我礼貌道谢。 年轻时也不是没听过这些话, 本科时室友都劝我考研, 认为我能轻松拿到满记, 考研肯定也不在话下。 可我坚持选择了就业, 因为读了那么多年书, 实在是腻了。 后来和周震结婚, 妈妈也劝我再多等几年, 我却没听。 我向来如此, 无论是喜欢某样东西, 还是喜欢某个人, 认定了就不会轻易改变。 妈妈总说我固执, 我却不屑一顾, 直到将生活过得一团糟, 既无令人艳羡的婚姻, 也无拿得出手的事业。 我才明白, 有些话不得不听。 路上, 小乖彻底开启了夸夸模式, 恨不得全方位无死角地 将我360度花式夸赞一遍。 本来小雅是让我协助你, 助力你升职加薪, 现在看来, 似乎不用我发力了。 我冲她笑, 是你们给了我底气, 让我勇敢了一回。 对了, 你们的老大是小雅。 小雅每天窝在家里, 除了兴趣上来会做几顿饭, 其他时候, 一直都非常悠闲。 反倒其他几人, 似乎格外服从她的安排。 小乖突然大笑起来, 老大, 这个词形容很恰当, 他比我们更早接触人类星球, 可以说是每个任务的核心交接人物。 一路聊到目的地, 小白发来信息, 车停门口, 看到刘运进来, 给我发个信息。 她师妹联系上了吧? 我把车停在离大门不远处, 一边盯着餐厅门口, 一边打字回复, 好的, 她师妹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到。 作为受害者之一, 周震的同门学妹也并不知道 她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想办法联系上她之后, 我将所有事情大致讲述了一遍。 她气愤至极, 答应陪我们玩这场梦中捉鳖的游戏。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 刘运来了。 我急忙告诉小白, 她秒回, 好的, 正好菜刚上, 我现在去厕所, 一会就该有人跳脚了。 又过了五分钟, 小白发来一张截图, 上面是周震发来的微信, 小白, 今天有点急事, 咱们改天再约吧。 透过文字, 都能看出她的急切。 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小白说, 进来看戏。 我和小乖走进去, 一眼看见了面对面坐着的刘韵和周震。 一位满脸怒气, 一位满脸笑意。 当然, 笑得很勉强。 被小白悄悄放在那里的微型记录仪 连接着我们的手机, 声音清晰传出, 周震, 宝宝,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纪念日, 这都是为你准备的惊喜。 笑死, 牵手纪念日。 周震能有这么纯情, 从牵手开始发展一段婚外恋。 这很难评。 刘韵果然也不信, 我们第一次牵手的日子你都记得。 既然是为我准备的惊喜, 为什么我还不知情菜就上完了? 再说了, 我什么时候吃过全熟的牛排? 我和小乖捧腹狂笑, 小白不知何时已经到了我们身边。 别都一次性笑完了, 好戏还在后头呢。 周震苦口婆心, 说了骑马十分钟, 刘韵才终于将信将疑。 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小白发起群通话, 确保我们都能吃到瓜, 然后理了理头发, 踩着高跟鞋, 不紧不慢地走向他们。 周震, 这位是。 周震肉眼可见地慌张了起来。 小白, 真巧, 你也在这。 小白洋装不洁, 什么真巧, 不是你约我来的吗? 现在是怎么了? 哦, 我知道了, 这位是你妈妈吧? 没事, 我又不怕见家长。 她转向刘韵, 甜甜一笑, 阿姨好, 我是周震的女朋友, 您叫我小白就可以。 刘韵的脸越来越红, 仿佛下一秒就能自然。 她咬牙切齿, 一字一句道, 周震, 这是谁? 宝宝, 这是我表妹, 她就喜欢开玩笑, 你看起来那么年轻, 怎么可能会像我妈呀? 要说像, 我那前任才是真的看着 比我妈都老。 她妈的, 吃个瓜还能吃到自己身上。 小白吃笑一声, 周震, 你什么意思? 她到底是谁? 你特意把我约出来, 就是为了让我看你俩 在这打雅谜的? 刘韵也不甘示弱, 特意约她。 你不是说为我准备的惊喜吗? 你和她到底什么关系? 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周震估计已经一个头两个大, 然而事情还没完。 她的同门师妹走进来时, 双眼通红, 看着那叫一个梨花带雨。 年轻女孩就是有经历, 她进门直接一嗓子, 耗来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死渣男, 一边花言巧语哄着我, 一边和有钱阿姨乱搞, 一边又约女生出来吃饭。 她气冲冲地跑向周震那桌, 对着她就是响亮的两巴掌, 把所有人都打懵了。 还是刘韵最先反应过来, 拉住她还准备拿杯子泼水的手。 你疯了? 小师妹连她一起揍。 你他妈才疯了, 没脑子的老女人, 被人耍了都不知道, 不过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场面逐渐白热化, 眼见着几人就要扭打在一起, 餐厅经理已经闻讯赶来。 该我上场的时候到了, 我让小乖检查一遍, 确认了我看起来光彩夺目。 我走上前拉住小白, 做出惊喜之状, 小白,你怎么在这? 这是怎么了? 目光扫到周震的那一瞬, 我立马冷笑一声, 哟,前夫哥, 怎么还能碰到你? 真够晦气的。 小白简直可以去拿奥斯卡影后, 他睁大眼睛, 看似万分惊讶, 表姐, 这是我前表姐夫。 我和他一唱一和, 是啊,够一般吧。 早跟你说了, 你不信。 周震烦躁地挥开精力拦住他的手, 满脸怒容, 祝月, 你瞎凑什么热闹。 小白是你表妹? 好歹结婚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 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你能知道才是见鬼。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这个家庭了? 结梅结婚与你而言, 有差别吗? 爱与不爱太过明显。 大学时经常给周震带早饭,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 自己蒸了一锅紫薯, 拿了两个给他, 他立马就尝出来是我自己做的。 我问他怎么知道的, 他说他知道我喜欢吃软烂的食物, 学校食堂的紫薯一直都很硬。 可后来, 我每次做一大桌子菜, 却总也等不到来人。 我最拿手的汤就是排骨玉米汤, 女儿每个星期都要喝一次。 上次小白发在朋友圈的那张照片, 端着的就是我煮的汤, 可他不仅没看出来, 还私信小白说汤煮得不错。 何其讽刺? 小白双目痛苦, 抱着我的手臂满脸委屈, 表姐,我不知道她事, 我摸摸她脑袋, 没事,不知者无罪, 不过以后找男朋友要擦亮眼睛哦, 不能什么垃圾都要。 周震指着我, 手都在发抖, 注月。 你什么意思? 我轻蔑地瞥她一眼, 继续对小白道, 好男人姐, 这里有的是, 回头给你介绍几个, 至于这种货色, 就留给, 我刻意停顿一下, 转移方向看着流运。 轻描淡写地将她从上到下打量一遍, 而后摇了摇头。 我故意压低些声音, 但还是能被周围人听见, 凤凰男正好留给这种有钱无脑的大姐。 做戏做拳套, 小白脸憋得通红, 强忍着眉笑出声。 我痛快地长舒一口气, 周震的师妹也凑上来拉住我, 姐, 给我也介绍一个, 没问题。 这下周震的脸是彻底绿了。 我们高高兴兴地往餐厅外走, 身后传来流运仙桌的声音, 噼里啪啦响成一片, 你敢拿我的钱养别的女人? 我刚通过三家新公司的面试, 原公司的副总变化就来了。 她从对流运的批评, 说到策划组的突出成绩。 最后来一句, 这些都离不开你的功劳。 话里话外, 都是在劝我回去。 我干脆利落到, 不必了。 对面瞬间着急起来, 如果你回来, 组长的位置给你。 谢谢赏识, 但不需要。 我直接挂断电话, 准备退出工作群, 突然看见江流给我发的信息。 原来她也辞职了, 策划组现在人才紧缺, 怪不得急着让我回去。 下午去前公司收拾东西。 恰好看见周振手在公司外面, 失魂落魄的模样。 见到我, 他目光复杂。 我越过他准备往里走, 手臂突然被拉住。 我像出了脏东西一般, 迅速甩开。 住月。 你连和你表妹一起陷害我, 现在满意了。 我有些好笑, 要不是你惊虫上脑招惹她, 谁还记得你呀, 大哥。 她满脸落寞, 刘运已经收回了所有车子房子, 要和我一刀两断, 你去帮我和她说一说, 行不行? 咱们好歹也是十多年的夫妻, 你忍心看我现在这样吗? 眼前这个周震, 已经找不到曾经的一丝影子。 当年意气风发, 笑起来眼里带光的男孩, 早已在时间的旷野里面目全非。 我一眨不眨, 看了她许久, 最终收拾好情绪, 平静地说, 你还认得出你自己吗? Q大管理系优秀毕业学生, 周震。 十多年前的那张饭卡带动我狂跳的心, 十多年后却在南巡一丝痕迹。 我转身离开, 没有再看她一眼, 确定好了新公司, 我买了一堆烤串和甜点, 打算回去庆祝一下。 今天遇见周震的事, 我早就发在了群里, 小雅回得很快, 倒是平常话最密的小美始终没有回复。 一打开门, 熟悉的饭菜相传来, 小雅坐在桌边玩手机。 回来了, 我点点头, 好香啊, 他们人呢? 怎么都不在群里出声了? 小雅没有回答, 而是去厨房拿碗筷, 心里隐隐有一股不安, 直到我看见她只拿了两副碗筷出来。 那点不安彻底坐实, 他们离开了? 其实我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小雅表情不变, 淡淡开口, 总会到这一天的, 他们任务完成了, 不可能一直待在人类世界。 我不死心, 那你呢? 我留下来善后, 马上也要离开了, 最后再给你做一次饭。 小美让你对自己好一点, 不许对自己扣扣搜搜。 小白说你以后找男人, 一定要深思熟虑, 多问问身边人的看法, 知不知道。 小乖倒没说什么, 他只让我告诉你, 你很优秀, 你现在所得到的一切, 其实都是你本该拥有的。 而且, 他忽然顿住, 递给我两张纸, 别哭, 遇见你很高兴。 视线已经被泪水模糊, 我努力平复, 你们的任务, 具体是什么? 小雅顿了一下, 让你, 找回对生活的希望。 任务成功, 他们则顺利返回, 任务失败, 则会被彻底抹杀。 我彻底忍不住, 任由情绪崩塌。 原来, 会有另一个世界的一群人, 看见我每日每夜的苦苦挣扎, 穿越平行时空来拯救我。 为什么, 不当面和我告个别再离开? 小雅摇摇头, 他们没有滞留人间的权限, 我也要走了, 你女儿的这段记忆 已经被我清空了。 小朋友的世界可以有童话, 但童话不能照进现实, 你也当这只是一个梦吧。 祝越, 好好生活, 我们守着你。 小雅的声音越发飘渺, 数十秒后, 她彻底消失。 桌上的饭菜还是原封未动, 摆好的两副碗筷, 我这才发现, 有一套是儿童餐具。 开门声响起, 保姆牵着女儿走进来, 她扑到我身上, 甜甜地喊妈妈。 我回来了。 说完这句, 她蹬蹬蹬地跑回房间, 抱出四个娃娃, 语气兴奋妈妈。 我给她们四个取了名字, 叫小美、小白、小乖、小雅。 好不好听? 我捏捏她的脸蛋, 笑着点头, 好听。 宝贝要好好爱护她们, 像妈妈爱护你一样。 她仰起头, 神情郑重, 好。 对了妈妈, 今天幼儿园有小朋友跟我说, 她也有芭比娃娃。 她说, 她的娃娃会动会说话哦。 我却加油。 你喜欢来的战争。